深夜 旅店里发生恶性案件 与服务员裹着备单仓皇求救 犯罪嫌疑人面对监控镜头诡秘一笑 他的真实面目能否就此揭开 我们当时觉得这是对我们一种侥幸 荒唐又恶劣的罪行背后 究竟隐藏什么样的动机真相 就是这样的 没想到走这地步 我再说 夜线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这个案子发生在2018年的国庆节期间 具体来说就是吉林省桃南市 国庆节期间某一天的晚上十点多钟 在一个旅馆里边客人把服务员给抢了 一起来看 2018年10月5日晚上十点多 一名男子走进了吉林省桃南市的一家旅店 当时旅店的老板外出有事 店中只有刘女士一个服务员在前台接待顾客 刘女士在那一刻并不知道 进入旅店的那名男子 即将对她做出的事 会成为她人生中的一场噩梦 那女人长得怎么样 什么情况特征 就是贴心的 就是瘦 监控录像显示 两个人在短暂的对话后 那名男子和刘女士先后离开了旅店的前台这边 走向了隔壁的门室楼 旁边这个门室楼也是他们的旅店的 就这样他俩就打成这一致 然后就出去我令他上旁边的房间 然后真的就出来把这个屋的门锁上 然后到了这个宾馆旁边的旅店旁边的这个房间 从监控来看脸就去旁边的屋了 然后这监控就看不着了 然后过了有四十多分钟 在被人回来之前 这个旅店的老板 老板娘 还有老板娘 老板他家的孩子 这三个人回来了 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 刚从外面回来的老板 似乎是感觉隔壁房间有动静 出门过去查看 老板娘和老板的女儿也跟了过去 又过了一会儿 刘女士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然后这被害人从旁边的屋就进来了 然后被害人进屋的时候 他当时是啥状态 就是裹着背带 然后背带外边缠着这个胶带 我这裹着床带呢 你床带是在哪里找的 床带呢 床带就是这 刘女士当时深情慌张 身上缠着胶带 裹着床带进了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女士说 她刚刚在隔壁二楼的房间 被那名男子持刀抢劫了 服务员当时很害怕 说我被抢了 说拿个刀一个人 一个男的拿个刀 把我捆起来了 当时没有说把那个裤子脱掉了 但是咱们后期调那个案发现场监控 说你俩裹被答案回来了 他说他把我裤子脱掉了 我没办法那个倒楼下 我随便拿个被答案裹上 我回屋找老板我报警 因为当时老板没有在家 当时在二楼哪个房间 对你实施地抢劫 这楼上 你给我去一下子吧 刘女士从离开前台到回来的时间 足足有40多分钟 据刘女士说 这段时间犯罪嫌疑人 一直和刘女士在案发的那个房间里 就这屋吗 就这 当时就个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我就坐这了 这40分钟按照被害人所描述的 就是上去之后 先把他移住 据咱们这个被害人的叙述 这个仙人就把这个刀就拿出来 就是说别迫地把这裤子脱了 因为可能也是怕他逃跑 这个过程 当时拿刀扎不扎你 扎不扎你 骂一骂你 他没骂我 就说我要钱不要命 我那也没打过来 没骂我 就拿刀反正吓了 刀肯定是拿出来了 吓你还害怕呢 被害人把裤子脱掉之后 这个嫌疑人就是拿出一捆新的胶带 把胶带撕开之后 把那个被害人这个女的 女服务员 把下体的下半身也缠住了 还有胳膊也缠住了头 用胶带一遍一遍的 在他身上来回去就缠 缠了好几圈 他就挣脱了 我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查完之后说你把你钱拿出来 然后那个女服务员说我包里有一百多元零钱 你拿去吧 他拿完钱之后说你手机里没有钱 这女服务员说手机里没钱 他就没钱你打开我看看 他把那个女服务员的手机拿了之后 把那个密码 接收密码都要来了 要完之后说你这不把银行卡 把这个银行卡密码都告诉我 然后服务员害怕了 因为手里拿到我 他把密码都说了 然后当时他把这个现场 在抢劫的现场 他就把这个 他这个微信就登录了 就想赚钱 他在那儿捅着手机 这扎着捅着手机 就扎着捅着捅着手机 就扎着捅着捅着手机 就扎着捅着捅着捅着做的 就扎着捅着捅着捅着 对 大老师你现在这馋的你们 真的 这馋的 不知道是犯罪嫌疑人太过紧张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犯罪嫌疑人 一直在刘女士面前操作手机 却没能把刘女士的钱 成功转出 他就非要把这个 被害人这部手机 里面的钱要赚着 因为抢了一百多元钱 他觉得也不值 然后他一个 经过这个操作 他也是紧张 钱一直就没赚着 然后这个被害人 也就跟他赏了 说你不行 把这个手机拿走 说我也不报案 我拿走 然后他当时一听 也这么回事 然后也存在侥幸心 因为我把手机拿走 因为过往就往也不行了 能抓到我 他就把这个手机 包括钱 一起就都拿走 这边可以跑了 出门之后就马上 还不是狂跑 马上就跑了 警方在进行现场勘查时 发现地上 有很多被撕扯的胶带碎片 据刘女士说 犯罪嫌疑人逃跑后 他自行将绑在身上的胶带 撕扯下了很多 随后才自己下楼 正赶上老板一家人回来 他们得知刘女士被抢后 赶忙和刘女士 一起出门查看 劫匪的踪迹 往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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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西边 都去了吗 都去了 往哪三回都去 路上人全是谈家人 旅店人 出来找 都在找 然而 犯罪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 旅店老板随即报警 他们自己在附近找了两圈 找了两圈之后没找到 然后报到警 我们接到报案是 18年的10月6号凌晨 凌晨之后了 那他自己找两圈 其实也耽误这时间了 对对对 他最开始是以为 就是跟前的人所为的 因为那个女服务员说了 白天这一人来过 她说来了 我之后没咋搭理他 之后他就走了 那么来旅店抢劫的 那名犯罪嫌疑人 究竟是什么人 他作案后又去了哪里 办案民警连夜调取了 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 仔细梳理着 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在这个监控当中 我们看到这名嫌疑人 嫌疑人身高1米7左右 然后偏瘦 然后上时穿了一个 黑色的皮甲盖 下时穿了一个牛仔裤 然后脚上的血液 非常有特点 脚上的鞋是一双白鞋 白色平板鞋 然后两侧有两道杠 然后说现在这个特征 然后我们调取了 他沿路逃跑的监控 就车前面那个人 对 开始以为他坐车来的 后来也排除了 不是坐车来的 邦案民警在树立犯罪嫌疑人 逃跑路线时发现 他在一个地方拐弯后 消失了 而在下一个公共摄像头 拍下的监控画面中 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由此民警判断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 在那个时间点乘坐交通工具逃跑了 判断这些人应该有交通工具 自己有交通工具 或者是乘坐那个社会车 或者是那个出租车逃跑了 我们迅速走访那个周围商户 走访了得有几十架之后 在一家那个牌匾后边 有个小车头 模模糊糊地看着 一个人影过去了 因为前一人特点非常明显 他是穿着一个黑色的夹克 脚穿一双白色的鞋 白色运动鞋 这是过去的 白鞋非常清晰 打个车 所以监控里边看黑色夹看不清 但是白色运动鞋 有这种那个模模糊糊的白点 一过去之后 有个灯光 就是咱淘南知识出租车的灯光 过去了 然后刹车灯突然亮了 停留了得有十一秒钟吧 那个灯光又掉头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判断 这个嫌疑人可能上这台出租车了 因为前前后后 只过去这台出租车 符合这个条件 晚上天也黑 并且他那个头是一个 不是这个素质头 应该是个模拟头 所以说不是那么十分清晰 然后呢 但是出租车这个大概轮廓不确定 车办号也看不见 然后咱们只能追寻这个车的轨迹 然后寻找这个比较清晰的 咱们能看清车牌号的这个探头 才能确定是哪辆出租车 来了 是这辆 邦岸民警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所乘坐的出租车后 迅速联系上了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据司机回忆 当晚那个时间点的乘车人 在一家医院门口下了车 民警们继续调取 医院周围的监控录像 发现犯罪嫌疑人下车后 确实是直奔医院而去 犯罪嫌疑人在深夜抢劫后 跑到医院里面去做什么呢 邦岸民警赶忙继续调取 医院内部的监控录像 寻找答案 跑到医院之后 我们以为他在医院住院 没钱了 所以走投无路抢劫去了 我们就是排查医院 排查医院几层楼也没看着 最后忽然之间 在一个医院走廊的长凳上 看出嫌疑人了 嫌疑人坐在那盘个腿 监控录像显示 在之后的几十分钟里 犯罪嫌疑人 一直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头也不抬地操作着手机 后期咱们经过观看 这个手机 就是当时他抢的 这个被害人的手机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手机 坐在走廊来回徘徊 包括坐凳的 就玩这个被害人的手机 应该就是 后期咱们换 应该就是往处转钱的 又过了一会儿 犯罪嫌疑人站了起来 面对着监控摄像头 这边走了过来 恰好在摄像头下面 停了一下 转账了持续了四十分钟 这应该是转账成功了 我们有一张 有一个监控探头 就照着他 当时转完账的那种喜悦 然后冲着这个监控 还微微笑 但是我们当时觉得 这是对我们一种挑衅 当时转了多少钱呢 大概得有三千多块钱 三千多 因为这个被害人 卡里边就有三千多块钱 当时我就以为 如果他转账他手机 咱们立刻能知道 他的所有的保定信息 包括身份证号我们都能做出来 最后我们做完之后一瞅 通过技术手段一看 收管方全是境外 有在马拉西亚的 还有在新加坡的 然后怀疑这个不对劲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 有点不惑 我说这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劫匪 把款直接都转到境外去了 通过手机转账 查找线索的这条路 暂时走不通了 好在摄像头拍下了犯罪嫌疑人 清晰的面部照片 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与人口资料库中的照片做比对 最终筛选出了三个 与犯罪嫌疑人外貌特征 十分相似的男性 那么犯罪嫌疑人 会是这三个人其中之一吗 那时候就感觉真是百里挑一 敲出了三个人 当时信心特别高 就想终于能找到他们 看见这个人肯定像 那个人肯定是 终于在这百个人中 找出三个能相对来说 跟接近于嫌疑人的图像 结果呢 结果很失望 找了之后都不是 通过也是侧方面的排查 了解 就是调一些他们户籍信息什么的 发现都不是 通过人像比对 查找犯罪嫌疑人的工作 也失败了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人像比对工作也没成功 然后大家七十保 系列都挺失落的 但是咱们也没放弃 咱们就继续 对这个嫌疑人的淘宝路线 进行跟踪 办案民警结合 对监控录像的分析 和其他信息的汇总 最终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原来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 隔着一天 又住进了离案发现场很近的 另一家旅店里 他后期住那个旅店 离他案发 他抢劫那个旅店 也就隔个两三家吧 就又回原来那个地方住去了 这斗了一圈又回去了 对斗了一圈又回去了 回到原来他 抢劫附近住去了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我估计当时他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不能放过一丝 住身马迹 就是回到案件的本身 就是一定要回到案发现场 继续摸牌走访 然后当时查到 他有一个住宿信息 就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旅店 当时特别兴奋 然后就主治民警 就到那个旅店去核实 然后通过跟旅店老板沟通 他说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在楼上 或许他的身份 最终发现这个人叫徐某 是我们逃难市黑水镇的居民 拿他的照片 跟我们当时案发现场 当时捕捉到的他这个正俩 然后还有一院的这个监控探头中正俩 进行这个比对分析 我们发现他们俩这个相似度非常高 然后我们到这个旅店 然后进行蹲守 发现这个人在桌砖 这个游戏特那双鞋非常有特点 就是这个白色的 然后戴着黑刀杆 我们一看就是应该确定 就是先人了 撞上去 撞上去 2018年10月10日 逃难警方对犯罪嫌疑人徐某 展开了抓捕行动 进到屋 这个人正好在他躺着的时候 我们对他抓捕的 因为让他来不及这个反抗 我们到了屋之后 这个人的手一直就向在这个枕头底下 就是不想让我们成功抓不到他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上来之后把他扑倒之后 他把这个 我们把这枕头也打了 里面就是那把当时作案的那把闭上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 就是逃难本地人 以前是种地痒痒的 后来就外出打工了 案发的时候33岁 你说他为什么要抢钱呢 第一他打工收入还可以 他没有到贫困到那个程度 说是当时抢来的钱什么转到海外了 其实就是上网买彩票了 那是不是他就是一个赌徒 沉迷赌博呢 他也不是 那为什么要去抢劫呢 徐某自己说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你知道因为什么抓你来吗 不知道 因为啥 抢劫 你什么事情 什么地方进行抢劫的 大人说 我自己都不能理解我自己的感触就是这件事 真的穷都过不下去了 他没到那地区 现在说有手就脚 干活哪天不得挣个一百六七二百块钱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那种耗你不劳 一天到晚不想干活 就想给你来来财的那种 不是 你也不是那种 所谓的特别沉迷这种 黑财票 没有 不是 我以为没有那种玩意 就是说像人家说输了几十万的 输了好几十万的 输鸡了 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没有 这两点都不是 都不是 虽然说我抢钱说吃了喝了怎么样 但是 还是没有 不知道理解不了 自己我自己都不能理解我自己干出这种事 徐某是家里的独子 得知徐某因抢劫被捕的消息 徐某的父母感到十分震惊 想你也就是我们通知你之后 他说你也挺无理性是吧 你妈 他妈就这样的 你咋去咋 他爸又主要 好像没愣了 长一点 他说 咱家接受不了 这是 发生了 咱就得 这老徐爷们 住着伯伯 有没有干这事 他家里非常正经 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他那一时出外打工 就是说家里也觉得他应该是 挣钱去了 挺踏实 但实际上 并跟他们想象的 根本不一样 没想到走这地步 他也不知道 他咋想 他咋也不知道 根本给家说有点正常 或是一点状态 没看出来 也没看出来 他说呀 给家一天一点了 跟对我 明天是该哄孩子哄孩子 该吃饭也吃饭 你也说我出发干活去吧 十一天走的 一会儿走的 他说他出外去找活去 一会儿走的 完了 过了两天 他打电话就没通 时钟就打不通 时钟就打不通 完了 是昨天咋了 你们来电话 说他想接 这才知道 这才知道 据徐某的父母讲 徐某对他们非常孝顺 徐某平时为人 也很老实本分 那么 身强力壮 能够自食其力的徐某 为什么会走上 抢劫的犯罪之路呢 什么影响到他 从一个 从小的一个 非常孝顺的孩子 就是干嘛 这哑都没嫌出来 哑他有啥压力啊 压力是在海 压力一号 办案民警 在与徐某父母的 聊天中得知 徐某原本在村里 以种地养养为生 之后结婚生子 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刚结婚的时候 感情好啊 刚结婚前挺好的 从中的媳妇 也可以孝顺的 那时候他俩以啥为生 中地养养养养养养养 说连养养在中地一年 四五万块钱吧 四五万块钱 在你们当地的村里 应该可以啊 说也不该谁不少谁的 可就是在 徐某的儿子三岁时 徐某的妻子 忽然不测而别 她的生活也从此开始发生转变 有一天自己就走了 因为什么走 不知道吗 根本的 也想要是吵架了 或者是打仗了也行 没有 这个是我们那个 我们村的全职的 还是走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走的 是跟那个我姑家 那个我妹 在后来他俩去除去的 除去去那个通南 说上金店 他那个有个耳钉啊 什么说换的 反正他俩去的 去了 我妹自己回来的 她没回来 说不知道哪儿去了 回来告诉我 说不知道哪儿去 说打电话关机告我 我说那可能嘛 从那以后 徐某的妻子杳无音讯 他起初四处找人 以为妻子是被人拐卖了 甚至还报警求助 但当他查看了 妻子的通话记录后 才发觉事情不对 我那时候养的羊 养羊不是紧慕吗 白天不羊放 晚上放 我曾有曾有的放羊 一看那个通话记录 我这些玩的 我这放羊是 11点多到12点走 他就开始打电话 一直打到亮点 我回来 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卡 就是说晚上你放羊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跟别人通话 对 看到这个通话记录 那个全民闻 那就是他自愿的 自愿走的 就是说你认为他就跟别人走 对 那等得很清楚 我四次跟他摆着呢 完了 我一发那个包身份证什么的 还有钱什么的 他都拿着 现在现在那时候交流不多 必须是我忽略 我那时候就刚结婚 再生孩子 晚上一九九个放羊 白天活着去睡觉 再有一会公共睡醒了 还得下地办活 也是忽略 忽略感情吧 现在说 更糟糕的是 徐某的妻子不告而别后 他的儿子渐渐变得不会说话 最终被确诊为自闭症 这孩子啥时候有病 他走了就一点点 穿那张照片 多长时间了 妈 多长时间了 现在都十岁了 都不加十一了 就他妈走那时候 他妈走的第二天第三天呢 我出去放羊了 我妈在家看他 三岁 完了给大家转圈就没了跑了 找找找找到囤的那个囤的头 他俩那大浪坐的 我妈跑过去问他 他说那你跑这儿 他跟他坐的 完了他说我找妈妈 从那以后 其实他那个病嘛 不是一下得的 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他自己他心里 都比较说大言 有啥事他说或者是跟你说 他 他就不知道 就是从那时候 一点点就是得了 照你这么说 他妈刚走的时候 他还会说我去找妈妈 对 说明思路特别清楚 对 还是跟人能表达的 对 那在这之后 比如说因为妈妈走了 比如家里有没有什么 念叨这个事情 对小孩也会有点打击 那有 那大人说话那时候 也没考虑那么多 能背的吗 也不会的 徐某的妻子离家 出走了两年后 忽然回来了 以强硬的口吻 向徐某正式提出了离婚 并留下了两万元钱 随后又独自离开了 在那之后 徐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开始沉默寡言 影响挺大的 因为那时候 有时幼儿小 有时也没经历过 那时候真的感觉挺懵的 中间一连好几宿都睡不着觉 后来一通过 一查说是他不是自己揉的 又跟人打电话又怎么样 个个又想着又窝呢 反正那时候真的挺难受的 离婚之后 前人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都不中了 就是常年在外边 他母亲所谓的打工 但是在外边干什么 他母亲也不知道 不说话了 跟谁都不愿意说话 天天就是玩玩手机 然后还不着家了 然后儿子也不管 就是儿子都交给父母过 后来那个就不养羊子嘛 那个没心情养 羊子全卖的 地正在家里就能卖点地 给家带着 也是给家 曾经给家闷的吧 也是我今日出去 出去套套劲吧 也是 换一种生活方式吧 徐某所谓的 换一种生活方式 实际上是一种 浑浑噩噩 没有目标的得过且过 他通过偶然的机会 接触过网络彩票赌博 也输过三四千块钱 但并没有上瘾 据他说 那时候在外打工 一年也能挣五六万块钱 但似乎日子 过得无资无味 没有奔头 2018年10月5日 案发那天 徐某正在 淘南市里面溜达 他下午就曾去过 案发时的那个旅店 而当天晚上 就发生了抢劫事件 究竟因为什么原因 使得徐某 萌生着抢劫的念头呢 他就是路过这个旅店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女被害人 他在这个门口 晾了这个大葱和白斋 去那个旅店 我住店 完了那个 比如说 上面有房间 你自己去看 完了我其实 什么服务态度 然后我就走了 住 店有的事 不是你这 谁住你这个 不是有的事 我住别人的 你就走了 然后在之后呢 之后 我在别的旅店住了 那就是咱们夏平那天 把人去抢劫呢 不知道 那你反正你肯定是 你自己走进去 对 把人抢了呢 对 咱把闲人抓到位之后 闲人也说了 说我白天之后 我来的时候 那个女服务员 对我态度不着好 所以晚上下午的时候 我就想 我说竹类没钱 我就抢了 所以下午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在桃南市 那个广场批发市长 买了那个脚带 刀 水果刀 是以前那个就有的 它自己就有 到楼上之后 你在哪里拉 是个抢劫 在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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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仅仅是因为 女服务员态度不好 就要抢劫她吗 最终促使徐某 发生抢劫行为的 深层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们再次询问 徐某寻求答案是 他最终 没能对自己荒唐 又恶劣的行为 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然后我这就当 我就那某年份 我自己 怎么就抢劫了 戴着胶带 戴着刀 去的那样的地方 对 在电视上看着 抢劫不都绑吗 也许那时候就会绑 就是慌了 就是说以前有过案底行 说干过行 怎么样他也行 就是从来都没有 自己 自己没有 自己都理解不了 别人更理解不了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张斌先生 心理专家 前卫女士 欢迎两位 徐某自己一直特别困惑 就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抢 您知道吗 丹老师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得特别的 那个聚焦 就是因为在这个小片里 我们听到徐某 说了好几次 我不理解我自己 我不理解这个阶段的 我自己 为什么要抢 不知道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 倒推到徐某的儿子 三岁那一年 以这一年 作为一个分水岭 那徐某的儿子 三岁这一年 发生了什么呢 他的妻子跟人走了 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徐某的心理开始 他就在开始面对 他人生中一系列的丧失 第一个丧失 他失去了他的妻子 那么失去妻子 也意味着在心理层面 他失去了对于爱人的信任 或者可以去相信 一个爱人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孩子的这个 健康状况 就出了问题之后 徐某其实失去了 他的儿子 一个健康的儿子的形象 八年来 这个孩子没有康复的希望 有这么一个生病的孩子 徐某大概也很难 在跟一位女性 在组成家庭 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负累 所以看上去 徐某这样一个 年纪轻轻 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 却对于未来的生活的希望 是觉得渺茫的 也就是在这一连串的丧失之后 我们去看这个人的内心 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我猜想 一定是一种羞耻感 因为作为一个男性被背叛 然后接下来 家中又连逢不幸 那么他的这个羞耻感是很强的 我们说其实羞耻感 或者说遭遇丧失的第一个感受 他的原发的情绪 应该是悲伤 第一个情绪是悲伤 但是人们不太愿意 承认自己的悲伤 因为显得自己很脆弱 但人们愿意承认的是 我很愤怒 所以徐某其实不太有机会 去承认他的悲伤 他怎么去处理 他这么大一团的 不断地悲伤 像一个大的气球一样 在膨胀的无力感 和悲伤的感觉 他只能带着走 这个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 就是他的内在的 这个情绪的这个罐 已经被撑得很满了 有可能一个火星 或者一根尖刺 就让这个气球就爆了 让这个罐就炸了 那再说回来 为什么这个旅店里的 这位女性会成为这个尖刺 张老师刚才肯定也注意到了 这位女性 是不是跟徐某的爱人 她的背叛 她的那位前妻 有相似的地方 咱们片中看到 她的前妻在两年之后 又回来了 这个解说说的是 态度强硬地提出离婚 并且扔出两万块钱 所以态度强硬和钱 成为了再次很大的 一个刺激物 分析为什么作案的时候 为什么要莫名其妙 突发奇想地去抢劫 而且为什么要抢 这个服务员的时候 她反复说到的就是 她跟客人说话 服务态度都不好 是的 说话态度不好就去抢劫 这显然不是道理 但是我们在以往的 一些刑事案件中 就是一个人 莫名其妙地攻击一个 跟他不相干的 不认识的人的时候 你往往从那个背后 找到过 在以往的生活中 那个人的那一类人 伤过她 而她都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 没有可能 释放过自己的愤怒 结果她报复在了 这一类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经历 让她 她岂止丧失了孩子的健康 丧失了家庭 丧失了对女性的善意 妻子那么对她 基本上我觉得心里藏着 对女的尤其是那种 特别强硬和恨的女的的恨 然后那天忽然之间 就发在服务员身上了 对于徐某来讲 她这个罐在那一刻就爆了 她接下来所做的所有的行为 可以说都是非理性的 是她的情绪掌管了她 是她曾经的创伤经历 掌管了她 推动她自己 做了一系列的 看似荒唐的行动 她这些行动都在导向什么 她其实追求的不是钱 追求的也不是吃喝 也不是赌 她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追求的是一种掌控感 一种满足感 一种力量感 这个是她一直以来 长久渴望的 所以她如何去掌控 她的力量感 她拿了匕首 她选择了一种最硬碰硬的 我抢你 我作为一个强者 来抢一个弱者 所以这就是一个尝试 去展示力量的一个感觉 徐某在这一刻 其实她从一个受害者 她成为了一个施暴者 这是让人觉得 挺难过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在生活中 当遇到某些打击 某些伤害的时候 你对某些现象 某种人 某一类人 有恨有愤怒 是正常的 但如果你要知道她 你要慢慢地释放过 或者平衡过 其实不至于 怎么荒唐地去攻击 可惜她不会 您怎么看 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案子 对 从另一个角度 我觉得目前她已经犯了法 接受我们相关机关的 惩罚和制裁 但是她的儿子 你看这个人生经历 虽然只有11岁 但是她的这个经历 也是比较坎坷的 三岁的时候 还会自己坐到村口 找妈妈 但是之后的情况 就发现 突然就自闭了 这个自闭 一定跟她的家庭教育 有着关系 比如说 这个爷爷奶奶 不停地咒骂这个妈妈 给孩子造成心理伤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但总之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环境下 爸爸天天愁眉苦脸 一言不发 跟孩子没有任何的沟通交流 这个孩子一定会心智不成熟的 这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现象 就是在当下 我们在全面前的小康社会 在大量的增加相应的社会保障的时候 我们的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的 这块短板谁给补上 今年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 特别明确了 我们今年的教育经费 投入的比例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保持在4%以上 我们要有一万亿的教育资金 中央财政投入到教育中 那这一万亿里 能不能拿出一部分 作为给农村地区 家庭教育的经费的投入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知道怎么当爹 怎么当娘 怎么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怎么扶住孩子走上一条正道 传递正能量 这其实恰恰是我们当下 在教育改革中 在我们的脱贫攻坚中 在我们的构建和谐社会中 所需要必须深深思考 总的来说 一件看似很无厘头的 荒唐的不太大的案子里 其实里边 牵出了很多大的话题 比如说个人的这种 健康的身心成长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觉得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非常需要心理帮服务 和专业的社工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